美運通 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好 我們先看美國股市上個禮拜 是禮拜四 禮拜五連續漲了兩天 禮拜五又漲了111點 可是我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強調過 你不要看前一天的美股 來做今天的台股 所以就很多人很聰明 那我不要看前一天的 我來看稻穹期 稻穹期貨指數 電子盤的交易 這當中是一個關鍵 的確這當中有時候 可以去領先這當中 大部分的美股一步 那這時候就看到了 雖然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大漲 但是看到稻穹期的部分 在電子盤的交易時段當中 卻是下跌了1%的幅度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你會看到開盤 並沒有隨著美國股市 就禮拜五大漲而開高 反而開盤只小跌 還有這個小跌的5點開出 然後因為很多人預期 既然到窮期 電子盤跌了1% 今天美國股市 晚上不就也會跟著下挫嗎 所以很多台股的投資人 就先賣 甚至說既然美股會跌 我今天就先空再說 明天都有低點可以補 所以今天指數 開出平低盤之後 你看到一波的下沙 9.55的時候還跌了80點 最低來到8269的位置 好 那收盤的時候 今天收到8273 跌了75點 成交量是791億 比昨天少了148億進來 那這裡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原則上沒有錯 你看到這個道瓊棋指的一個電子盤在跌 今天美國股市可能開盤 至少是一個開低 可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你當你今天看到 哇 台股這樣跌下來 美國股市你認為晚上會跌 所以先賣再說的時候 那我問問大家 我們來進一步的推算 如果美國股市晚上 今天真的跌個100多點 道瓊跌個100多點 台股今天已經先跌了 已經先跌了75點下去 明天還會有低點嗎 好 那萬一 美國股市今天開盤 雖然開低 如果變成開低 走高的話 會怎樣 明天台股會怎樣 明天還有低點嗎 這些都是大家在做股票的時候 你不要只是看今天殺 看到電子盤道瓊棋在跌 你就認為這個行情 就跟著殺下去 你都要去先思考 下一步會怎麼走 所以在這當中 下一步會怎麼走 我們待會就對大盤的部分 會跟大家做詳盡的說明 不過我還是要先從結構的部分 來跟大家先談起 為什麼要談結構 我們今天繼續來看 上個禮拜10月7號的時候 那天升級類股指數在高點 我們跟大家提到什麼 提到價量已經高檔背離 百戰指標也二度背離 這代表什麼 我都提醒過大家 居高思維的訊號已經出來了 那為什麼要提醒大家 居高思維的訊號出來 今天指數跌75點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要去觀察 觀察到底為什麼會下殺 哪些股票在領跌 哪一些股票已經轉弱了 你有沒有先做避開的動作 來看一下今天類股指數 這是今天10月4號 10月4號今天到底在跌些什麼 大盤指數今天跌了0.9% 跌最重的是誰 就是生計醫療類股 今天跌了1.75% 很多股票都跌半支 跌停半以上 那今天電子股的部分 當然也跌了1.36% 生計股跌 你說我沒有生計股 那電子股到底在跌些什麼 這又是關鍵了 很多人手上 當然現在有很多的電子股 尤其平蓋股 那這當中我們來看看 今天誰在跌 就是平蓋股 大力光 股價今天下殺跌了29塊下來 對不對 為什麼大盤跌 甚至大盤下半場 都沒有在破底的時候 他都還在繼續破底 對不對 那你再來看到平蓋股 F針頂 上個禮拜才都叮嚀大家 平蓋股小心技術面轉弱了 為什麼叮嚀你 今天F針頂 打到跌停下去 那當然你也看到 觸控IC的翼龍電 今天股價又繼續大跌了5% 今天股價又持續在這破底 那重點我還是要強調 這不是今天跌 不是今天跌就叫做弱勢股 重點你再來看它的整個盤面的一個結構 什麼叫做盤面的結構 這是大盤指數會發現到 當10月3號這裡 拉出一根長紅棒 爆出1141大量 然後再來上個禮拜五 指數攻到8433的新高點 但是量沒有過高 我們禮拜五也跟大家談到過 有一點價量背離 短線的價量背離 那今天價量背離後就出現一個拉回 拉回量就縮掉 這並不算是一個壞事 那重點是你會發現 指數在拉回的時候 這裡有一條移動平均線 叫做月線 MA20 它就是在做一個回測月線 那指數的部分也還高於 這一根10月3號的長紅棒的開盤點 起漲點對不對 可是我們來看到整個平蓋股的部分 大力光 有沒有發現到10月3號 它的低點在這裡 一根紅棒拉上去之後 一個翻黑下來 今天跌 重點你有沒有看到它已經先破了 10月3號的一個平台 的一個起漲點 好 也跌破了月線了 對不對 那F針頂 你會看到 股價 這當中 它不但是跌破月線 甚至跌破9月份以來的一個低點 通通跌破 很多頭顧老師上個禮拜 還跟大家講 營收創新高 股價低基期 還在低檔等著你 告訴你買來很安全 結果今天你發現 最安全的想法 又變最危險的做法 最安全的想法 害你全部套牢 好 那當然更不用講義龍店 股價在這裡是持續的 往下在破底當中 好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 為什麼要去談這個 做股票 你第一個 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都要了解 是誰在做領跌 甚至很多轉弱的股票 你都要事先 就能夠先去避開 對不對 那再來看到這當中 今天跌 其實更重要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在行情 再度發動攻勢 漲上去的時候 要成為贏家 你就是要在這個時刻 睜亮眼睛 去看看有沒有強勢股出來了 那強勢股我們先來看一看 這是我在上個禮拜五 推薦我們尊榮會員的一檔 私房股 那因為我上個禮拜 並沒有這當中 在節目當中預告 沒有提示 所以我們就不多談 但是我們的尊榮會員都知道 他是誰 我們的會員也會知道 那我們有預告過的 我們有提示過的 來看一看這當中 今天漢維科 大盤殺最重跌 80點的時候 在9點55分 他有破滴下去嗎 沒有破滴 沒有破滴下去 你看尾盤又拉升上來 收盤呢 漲了13塊 收盤來到105塊了 登上了千元大關 好 那漢維科 我們先不講 我們再來看看 但除了漢維科之外 今天還有一個族群 特別的強勢 是什麼 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前兩天 一個多禮拜前 跟大家特別談到 Tesla火燒車 全市場很多頭顧老師 都跟大家講 哎呀 那一天 茂蓮 跌停板 核大 跌停板 告訴你這就要轉弱了 叫你趕快有汽車 有汽車領組件股票的 有電動車概念股的 都叫你趕快賣了 那在那一天 誰在電視上 要繼續跟你看好 汽車領組件 跟你繼續看好 電動車 好 那一天我們都跟大家談到 電動車市場 我還是繼續看好 市場規模仍然繼續會高度成長 那為什麼會提醒你要繼續看好 來看看今天大盤 大盤今天跌了75點下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電動車概念股裡面F茂蓮 Tesla概念股的F茂蓮 居然股價找盤殺最重的時候沒有跌下去 大盤一彈上來 它就拉到了漲停板了 好 那今天不只F茂蓮在漲 再來看到汽車領組件 我們跟大家提示過的車王店 今天大盤跌最重的時候它有跌嗎 也沒有破低啊 收盤大漲個5% 好 再來看到今天很多汽車領組件 巨翔指數跌最重的時候它反而在急拉 反而有3比499的買單 先過了今天的高點 好 甚至連育龍 最溫吞的育龍了吧 你來看看育龍 今天大盤跌最重的時候它有跌嗎 也都沒有跌啊 好 所以仔細看你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再三提醒你 你要去看結構 因為所謂的結構 你仔細看就會知道 大盤 強勢股 弱勢股 位階跟趨勢是都不一樣的 今天指數跌了75點 你要能夠去知道哪些股票在跌 你要知道哪一些股票是強勢股 不怕大盤跌的 那你要選哪一種來操作 當然弱勢股你要懂得避開嘛 強勢股你要懂得掌握嘛 但是重點是不是今天看到股價跌了 下殺了才知道叫弱勢股 不是看到今天股價大漲了 創新高了你才知道叫強勢股 真正一流的操盤高手都要能夠預先掌握 我舉個例子來看大力光 大力光我這一波是怎樣跟大家來做分析 怎麼樣來建立你的 9月12號那時候大力光殺下來 最低殺到900多塊 軍價在這當中933元 很多人告訴你 蘋果大概已經陣亡了 我說還沒那麼快 我說低檔已經出量了 不要殺低 甚至準備買進 軍價都提醒你注意933 9月13號最低936 穩住拉上來 9月16號就攻到漲停板了 對不對 那9月25號占上1000元了 很多人開始跟你又翻多平概股了 那這時候我只提醒你 其實對一個真正的操盤高手來講 低檔這裡已經掌握到買進的時機了 這裡只剩下思考一件事情 何時該賣對不對 何時該賣才是這個地方拉上來 佔上了千元的時候要去思考的 那什麼時候該賣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一則新聞 三大電信門市已經開放登記 月底的時候我們看到iPhone 5S iPhone 5C就會在台灣正式的上市來做開賣 所以很多人都會告訴你 那月底iPhone 5S會正式開賣 又會引爆一股銷售熱潮 股價要趕快買 這當中可以買嗎 10月7號的時候 我跟大家提醒的是什麼 提醒的是 那一天股價來到1030附近 我說不要再追了 那四個字我會提醒大家了 準備賣出對不對 有沒有提醒你準備賣出 那為什麼我知道要準備賣出 這才是關鍵 那當時我怎麼看到的 這裡我寫了下沙八天 這裡反彈了15天 這裡是1065 這裡是1030 這裡是大盤 這裡是個股 你能不能夠從裡面看到 這就是一個股價轉弱的訊號已經出來 準備賣出的訊號賣出的訊號已經出現 做股票你一定要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買進 什麼時候可以賣出 對不對 F真頂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講 這波我們沒賺到 這波我們沒賺到 我也建議大家先賣 為什麼 因為我技術面看到轉弱訊號出來了 很多頭顧老師還是跟你講 9月營收在創新高 股價在低檔 低基期 一條季線再往上走 告訴你在季線買就很安全 可是我看到的是 技術面不是這樣看的 如果一檔股票每次碰到季線就上 碰到年線就下來 那大家不用做股票了 不用上班了啦 做股票也沒有那麼簡單 你每次看到這季線就賣 年線就賣 那大盤的股價 通通都在這個區間之內就走 來回爭當就好了 不是這樣看嘛 對不對 真正的轉弱訊號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我說F真頂轉弱了 這是融資 這是大盤 這是在它的一個股價技術面 都能夠去看得出來 好那10月11號 那一天報紙很多利多 蘋果日報跟大家講 New iPad開始下單 所以軟板廠第四季 營收會看增兩到三成 連F真頂都告訴大家 全面在趕工 哇 業績這麼好 我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股價技術面 繼續在轉弱 那今天你看到F真頂 股價是不是打到跌停板下去 那這就是我所說的 做股票 你要能夠去預先 掌握到所謂的弱勢股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 這就是我所說的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不但要讓你去掌握到買點 更要讓你知道 其實大戶已經出貨了 其實技術面已經在轉弱了 讓你會買股票 還要更會賣股票 所以弱勢股能夠去避開 那強勢股呢 今天看到 漢維科股價大漲了13塊 已經登上了千元 超過了台北股市股王 你會看到今天電視上 有很多股市的名嘴 頭顧老師都在跟你講漢維科 那我問你上個月有誰在跟你講 上個月當這則消息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其他人都不說 上個月北美半導體BB Ratio 今年首度跌破1的時候 多少人告訴你 半導體設備股已經不行了 那我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的是 第一個技術面注意到 漢維科已經利空不跌 那為什麼它可以利空不跌 你可以繼續注意 因為整個半導體設備你要看的不是北美了 你在未來你要看的是台灣 看的是韓國 看的是大陸 整個亞洲地區 這當中市場的一個規模 已經遠遠的超過了北美 成長率到也會遠遠的超過北美 這才是裡面最值得注意的 那一天的漢維科在多少錢 在829塊對不對 9月27號漲了34塊了 9月30號漲了37塊了 9月10月1號大龐還沒動 大龐還在這裡震盪 他都已經先上來 上來之後做個拉回 我也跟你做追蹤 再來看到10月3號又動了 漲了30塊 10月4號漲了52塊 10月8號 我跟你做翼龍顛做比較 我說不要碰這種弱勢股 你要擁抱強勢股 強勢股要敢爆 才能夠賺得更多對不對 10月9號上個禮拜 又漲了15塊 10月11號上個禮拜五 又漲了38塊 今天的股價你會看到 當大盤在這裡 稍微做一個回測的時候 強勢股又在創新高 但重點不是在這裡去買 重點是你要在這個地方 就能夠去掌握到 它股價的轉強訊號 那你會很清楚的看得到 如果你能夠去掌握到強勢股 大盤在這裡回檔 這樣的時候 你會害怕嗎 不用怕 因為做股票就是要這樣 弱勢股你要捨得賣 但是什麼叫弱勢股 你能不能夠去掌握清楚 轉強的股票你要懂得買 但是什麼是轉強時機 你要不要學會 你能夠學會 自然就能夠成為股市當中 一流的操盤高手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要給我會員的一個操盤 及技術分析的課程 裡面四堂課 最重要就是教大家 什麼叫波段的轉強確認點 什麼叫短線的轉強 以及轉弱訊號 就是要讓每一個會員朋友 我希望你都能夠去看懂 看懂之後 不但會買 還要更會賣股票 大力光933知道要買 1000塊以上知道要賣 對不對 那這就是極品工作室的一個心願 我希望我每一個會員朋友 加入我之後 都能夠去學好 操盤及技術分析 成為一流的操盤高手 大盤在這當中指數震盪 強勢股 你要去好好的把握住 拉回買進的時機 接下來 和維科上來臭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重點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我們馬上再回來 三平森林保護區第一排 買在起漲點 幸福財富多一點 輕鬆買快樂住 台北大鎮2459-0707 成端同顧高分析師 10月25日起 會費全面調漲 盡速把握機會 10月25日起 會費全面調漲 盡速把握機會 出價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成童同顧高老師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勤出現02-2752-5868 2752-5868 成童同顧高老師 集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童同顧高分析師 10月25日起 10月25日起 會費全面調漲 盡速把握機會 10月25日起 會費全面調漲 盡速把握機會 出家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好 國家五院 龍潭虎具 考試院全長百年人文命脈 及政經學藝人脈 一窗一緊 韓運八方 山水造勢 船式氣運 漢林院 璀璨落成 2236-0000 好 大盤今天指數拉回期15點 重點就是要在這個拉回的時候 來預約來尋找第四季 還有哪一些潛力股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來看一下 整個大盤的一個部分 今天雖然做一個拉回 觀察重點在於大盤的5日均量 今天是高於10日均量的 那接下來觀察就是 未來這幾天 能不能夠出現900億的多方攻擊量 有的話這個行情我會告訴你 這個行情拉回之後隨時都會再上 拉回洗盤完之後 隨時都會再上 但是重點你要去做好掌握結構 弱勢股你要趕快避開 強勢股你要趕快來佈局 好 那弱勢股上個禮拜 已經先叮嚀大家避開瓶蓋股了 今天全面重挫 強勢股又在哪裡呢 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看一下 當你只看到美國股市 今天晚上可能大跌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上陣指數 大陸股市的部分 這個地方11長假之前做一個拉回 但是11長假之後 這當中開始守住了這個長紅起漿點 再度的往上攻上來 對不對 最近又開始連兩根紅棒 那他在做什麼 進入到三支三波主升段 他的五日軍量也高於十日軍量 量的趨勢也都持續在做走高 當他進入到主升段的時候 會帶動什麼 會帶動中概族群 但是中概族群不要隨便亂挑 中概族群我們這一波跟大家鎖定的重點 第一個當時跟他談到汽車換車需求 不管是美國不管是中國 現在潛在的換車需求 都像滿水位的水庫 隨時可能炸開來了 對不對 尤其是在中國 現在已經佔全球銷售份額35%了 但是這麼大的一個比率 中國汽車的普及率就15% 換句話說如果未來中國汽車的普及率 拉升到50%的時候 你看到那又是多大的成長力道 到2020年渴望達到20%就好 那又是多大的成長力道 好 那這個部分你會看到 為什麼這一波一直鎖定在 車用電子鎖定在汽車零組件 是不是已經告訴大家 大陸才有一個企業來台灣採購 不只是買面板 不只是買電子零件 汽車零組件已經超越了電子產品 越去本次採購的最大宗 所以主流在哪裡 汽車零組件是不是也已經是 你不可忽視的主流 你來看一看 當你手上的股票 當你看到其他投顧老師 推薦給你翼龍電 TPK陳紅 何瑞亞 結果股價都在往下破底 那我們跟大家強調的汽車零組件 9月23號廣滑 底部轉強了 對不對 9月24號叮嚀大家 低位破低了 當時我是蓋起來 但是我的會員都已經默默地在佈局 10月1號大盤還在整理 都已經先上來了 10月2號漲停板 對不對 現在你看到指數還沒過8439 還在相形震盪 廣華都已經先過8439了 都已經領先突破今年新高 9月26號跟大家談到車王店 那天大盤急殺 高手會在急殺當中找到股票 車王店那天特別叮嚀大家 強勢指標股 特別注意低位破低的訊號出現 10月1號拉到漲停 10月2號拉到漲停 你說這是大盤大漲嗎 你會看到大盤都還沒有動 大盤就在這裡橫盤整理的時候 別人帶你買義龍店沒有動 但是我們跟大家提示的車王店 股價是連拉兩次漲停 創新高了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為什麼其他投股老師都在降價 都在促銷 都在打折 因為你看到跟著他們買股票 可能就是你的股票跟著打折 跟著降價 那我認為說這一波整個 所謂的一個中概族群的部分 除了汽車零組件要繼續鎖定 接下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這當中都會是我們特別去注意的焦點 尤其包括了電子商務 網路遊戲 通訊設備 遊戲機零組件 這四大收賄族群 裡面好好去找 那另外上個禮拜的特別 這當中跟大家提醒 我們的研究團隊發現到 中國現在製造的垃圾已經達到1.5噸 而且是每年超過10%速度來做成長 成長率甚至比中國的GDP更快 所以中國在高速成長的時候 廢棄物的處理 需不需要好好注意 中國要投入1.7億 1.7兆來防止大氣污染 2兆來防止水污染 總共8兆人民幣 在十二五計畫當中要做綠色投資 這裡面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許多的潛力股就在這裡面 好好來做把握注意 那你說我怎麼知道要買哪一檔 你可能不知道 所以說為什麼你需要一個專業的操盤團隊 來幫助你 好 孫子兵法九地篇當中有一句話談到 這什麼意思 想一想 殷朝第一個皇帝叫做殷商 那時候為什麼能夠取代夏朝 因為他找了一個很好的宰相 叫做殷智 後人稱為殷隱 他的原名叫殷智 靠著宰相殷智把夏節給滅掉了 周朝為什麼能夠創造800多年的一個盛世 最主要他也是找到了一個呂牙 就是大家熟悉的姜子牙 把殷朝最後一個咒王給滅掉了 所以任何的明君能夠成功 一定有賢將來做輔助 這才能夠在這個當中成就 所謂的立大功成大業 那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你是一個明君 但是也一樣都需要一個賢將來幫助你 幫助你能夠這當中去戰勝市場上的一個對手 戰勝你的敵人 成為股市當中真正的贏家 所以你看到大盤在今年真的不好操作我知道 所以你會更要去注意到裡面的結構 為什麼你需要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你加入別人買義龍店買TPK買荷瑞亞 股價不斷地在破底 可是你看到我跟你講的車王店 廣華和維科股價都在創新高 這就是我們跟別人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希望每一個會員朋友 這當中不要是為了什麼降價折扣 才來選擇一個加入別的投顧老師 結果賠掉的遠遠超過那一些對不對 真正一個好的一個操盤團隊 能夠是提供給你 這當中未來能夠去創新高的股票 甚至我還不藏私 我都在教大家怎麼樣去漲到未來的一個強勢股 操盤及技術分析課程當中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一年期的 你都可以去掌握到 怎麼樣去掌握指數的轉折 怎麼樣去掌握個股波段的轉強點 怎樣這個當中 把握個股短線轉強跟轉弱的訊號 為什麼我和維科會告訴你 注意轉強上來了 為什麼上個禮拜會提醒你 平概股轉弱了該賣了 會買股票更要會賣股票 這才能夠成為贏家 所以為了要提供給會員朋友更多 更專業的解盤超盤服務 一檔皆一檔的優質潛力股 我們的服務將會全面開始往上來做提升 10月25號第一階段即將開始 最後幾天的時間 現在務必把我還有不錯的優惠 繼續提供給大家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我們在一起 好多年 最好 我們在一起 六次跑到一個 二次跑到一個 5次跑到兩個 二次跑到一個 到一個 到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